张晓鱼告诉民警 这事还要从2013年的下半年说起 张晓鱼今年53岁 小学文化 在县城开了家小饭馆 一段时间里 一个60多岁的老人 经常来他饭馆里吃饭 他在我这里吃饭嘛 经常来吃饭 他会做一点懒工的 聊天 聊天经常在这里吃 吃了好几个月 一来二去 张晓鱼和这个老人越聊越熟了 对方自称姓周浙江人 曾经是杭州一家医院的中医 退休后做起李明 随遇而安的草药郎珠 那时候张晓鱼经常腰痛 就请老周诊治 没想到一粒药丸下肚 他的病症就缓解了许多 从那以后 老周在张晓鱼心里 就成为了能人 他说你这样做 每天三点钟起来 做不到几块钱 那拿一点本钱出来 我给你搞出来 搞出来做出来 老周告诉张晓鱼 他有本事变出百元大钞来 变钱 不是魔术就是吹牛 当初张晓鱼觉得老周是在逗他 后来老周又跟他提过几次 张晓鱼都没有在意 直到有一次 他的腰痛又犯了 于是他到旅社去找老周 去那里我吃了一个圆子下去 他让我把这张钱 你明天就可以用的 张晓鱼想 既然人都在这 不妨看看老周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老周叫张晓鱼去找了一张报纸 随后自己拿出了一张百元大钞 和一张与钞票同样尺寸的白纸 那个纸比这个一般的白纸 要跟那个钱纸 钱一样的 一张一样的 另外老周还从行李当中 翻出了五个小瓶子 里面装着五种不同颜色的液体 不一样的颜色 有红的有蓝的 有太金的 它这样一起调得起 它就自然预备开了 附在那个面值100的人民币上面 它那药水可能有点浮印作用 就可以把人民币的痕迹 附在那个白纸上 所有人看到的 确实是一张白纸 然后就砸到报纸里面 这个时候 石剑老周把假有白纸的报纸 放进了脸盆里浇上开水 几分钟之后取出 报纸里的白纸 奇迹般的变成一张 百元大钞 直到那个时候 张小瑜依旧将信将疑 认为这钱就算是印出来了 也是一张用不出去的假钞 是一张用不出去的假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